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归,我以所行施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,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归,我以所行施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,诸佛正法众众尊, 直至菩提我归,我以所行施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,诸佛正法众尊,直至菩提我归,我以所行施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好,那我们复习一下下的看,我们就开始了,是什么是,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应该是从哪里分出,我们是不是从佛性来分的话,我们可以分自信性佛性跟暂时增长性的这个两者的佛性, 我们从自信性佛性,我们可以分出13种分类,和13种分类来讲的话,我们是不是说,不是以自信性佛性本身的本质而做区分,而是说什么,这个佛性是依着什么来做区分,和有这个来讲,它是有13种分类, 看13种分类里面,我们前面的本质的分类,应该这都已经在前面,跟后面会讲到了,从,通道有六法,在这边来讲的,说什么,暖,定,忍,是第一,加醒了四个,加上见到,修到,这六个为本质。 最后来讲的话,就是最后来讲的话,就是中间的三个,所谓的,对质,正断,永断,跟最后的说,以界限上分的四个,从,杯质,一直到说,就是进入,说,不需要在,所谓的,刻地的去做,努力,它是任运而成的, 这个加醒来讲的话,就用中间来分四个的时候呢,那我们,从什么,我们上次从,作用上面这边来讲的话, 它是做了多一点点解释,从什么,从,对质,正断,跟永断,和,这一边来讲的话,我们上次就讲说,什么叫做对质,什么叫做正断,或者正对质,什么叫做永断, 从这个分出来了,和特别特别,这边来分出的是什么,上次我们是不是来讲的说,什么, 这边用了两个用词吗,是有一个是说,将生起之理,跟将遮灭之理的,而去断除的时候, 所以大概是从,这个来讲说,那对质是怎么去对质了所断吗,正对质是怎么样的去对质所断的, 跟永断是跟所断有什么关系,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个来讲, 正对质来讲的话,是什么,我们说,那时候它还没有真正的,什么, 它没有直接要对质这个所断,它是从远方的来讲嘛, 是不是我们说什么,我们说上个礼拜,它用的几个用词是不是, 在这边来讲的时候,我们在哪里提到的时候呢, 它说什么,我们这边说,它说,限起,我应该这样讲说什么, 我看一下我用藏文的话,我比较方便说什么, 我说我们这边来讲的话,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的话呢, 这边是什么来讲呢,它上次用的欲, 我们应该说先从欲来讲的话, 比较容易来讲的话是什么的话,说什么, 是不是说,正对质的,或者正对质的见到的这个无间道, 正在将要,应该说将要升起, 跟无间道所对质的所断呢, 是将要灭亡是同一个时间吗, 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,或者说, 我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讲说什么, 它将要升起的时候是, 它还没有升起吗, 它将要升起的时候是还没有来讲, 和什么呢,说什么, 说它将要去遮止的时候, 或者将要去坏面的时候呢, 是它还没有坏面吗, 不是已坏面,而是正在坏面吗, 正在坏面的时候代表说什么, 我们说, 那个将要对质, 或者说什么, 无间道所对质的那一个见到所断呢, 是什么, 是它将要灭亡, 或将要遮止的时候呢, 是它什么, 还有的时候吗, 它还有的时候, 我们上次举的例子,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, 这就是我们在要把色类学的有一些东西来讲, 拿起来是什么, 我们说无常的所有的东西, 是不是说它正, 就是说什么, 它已经生起来了, 已经生出来, 已经生出来是什么, 是已经有因缘而生出的, 跟它正在安住, 跟什么, 它正在灭亡, 这三者是什么, 这三者是同时的, 大家如果有可以比较来讲, 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听的时候, 我发现我很久之后才知道自己的, 没有那么理解的那时候是什么事, 因为我讲到说, 那时候我听不懂说什么, 它怎么又可以生, 又可以灭同时, 因为我问那时候, 我的认知的那时候, 我回想说什么, 那时候的灭是认为说是, 已经灭掉了嘛, 已经是过去式, 这个所谓的灭不是已经没有, 因为我那时候我迟的, 我回想我以前,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说, 奇怪, 为什么金部中会说, 这明明这个东西又是有, 又是已经没有了, 这个来讲的话, 那时候听到会有这个错误,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, 这边千万大家如果有这样, 会犯到我以前刚开始是什么, 这个东西如果是将要生起来的时候, 这个东西还没有生, 还没有, 它还不是无常, 这例如说什么, 我现在是如果我坐在这边, 是我站起来的因嘛, 我坐在这边是我的因, 我之后我站起来是我的果的时候呢, 是不是现在有我坐在我这个是什么, 是我现在是存在的, 我要站起来的那个如圣法是什么, 是将要生起吗, 在此时此刻是将要生起, 所以什么在此时此刻, 是不是站起来的如圣法是没有, 还没有这个事情吗, 所以如果说什么, 我将要生起来的时候, 跟我说什么, 是我已经所盘坐呢, 也正在灭亡, 还没有灭嘛, 我正在盘坐在这边, 是现在的进行事嘛, 现在正在有的时候, 它不是已灭亡, 它是正在灭亡, 可是代表说什么, 它将要坏灭嘛, 过去就是将要已经坏灭了, 现在是如果它是将要已经坏灭的时候呢, 或者它正在灭亡的当中的时候什么, 代表这个东西是有的嘛, 跟我们这个一般的概念是有一点, 比较特殊一点是什么, 在经部中所谓的生、 助、灭、 生者同时的概念是什么, 是跟我们是不是以前跟大家讲说, 这跟毗伯沙中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, 毗伯沙中的想法是什么, 是这个东西是生出来, 它才会安住, 安住之后才会坏, 或者正在坏灭当中, 和才会什么是完全的坏灭, 就是已经坏灭变成没有了, 它就是好像有四个刹那, 那经部中就不是这样子了, 经部中的概念是什么, 是说已经生出,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个东西安住的时候, 这个东西安住的时候呢, 也这个东西正在灭亡的时候, 当它已经灭亡的时候呢, 那是第二, 如果是两刹那是已经就没有了, 可是如果有一个东西是正在灭亡, 代表它是有啊, 或者说它将要已灭的时候, 代表说什么呢, 是那个东西还没有灭, 是它正在灭, 它还没有已灭, 如果我们说这个东西已经生出的时候, 代表说什么, 它是正存在的, 所以刚好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, 是已经生出代表它是有了, 已经灭亡的时候代表它没有了, 这两个我们要有一点点的分清楚, 因为说什么, 我再讲一遍, 大家如果可以, 因为我以前也犯过同样的过错, 会在这个地方, 在这种三十就是过去未来现在, 这个时候有一点的, 那时候没听很懂是说什么, 是刚好如果是正在生起, 这个东西还没有, 这个东西如果是正在生起, 这个东西还不存在, 这个东西是已经生起, 才代表说这个东西是有了, 是什么是, 我们就所谓已经生起, 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说什么, 我们说, 应该说什么, 所谓的有为, 就是说什么, 以生嘛, 是不是在色类学, 有可能, 我有可能有时候套用的不是很对, 可是就总之是无常, 有违法, 事物等这些同意的这个来讲的话, 是什么以生嘛, 是不是, 已经有因缘而生的, 我们叫做什么, 我们叫有为法, 我们叫做事物, 我们叫做无常, 所以以生代表他有嘛, 那正在安住, 正在灭亡, 也就是什么, 他就是以生的, 这是什么呢, 这是无常的法, 才会有正在安住, 正在灭亡, 可是刚好跟我们这样以上, 刚好相反什么是, 如果是已经灭亡的时候呢, 跟刚刚以生不一样, 将要生起的时候, 它不存在, 已经生起它才存在, 那我当然, 我说将要生起它不存在的意思是说什么, 是在将要生起的时候, 它不存在吗, 是, 大家不要说, 想说, 那为什么兔子脚, 那个不是已经一样的将要生起, 不是, 我的意思是, 我们讲因果法则, 不是说什么, 有因的时候没有果, 有果的时候, 因已经灭掉了, 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了, 我说, 我们现在要把以前的那个因果的概念拿出来, 说什么是, 在因的时候呢, 果是什么, 是将要生起吗, 是不是将要生起, 当果已经生出的时候呢, 因是不是已经灭亡了, 所以代表说什么呢, 当这个东西已经灭亡的时候呢,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嘛, 这个东西已经灭的时候呢, 这个东西没有了, 可是刚好想, 想法过来, 这个东西已经生出, 才代表说它是有的,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的说什么, 它是不是讲说, 在对峙的时候啊, 在对峙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, 我们不要想, 当然对峙的时候可以分很长很长的时间, 可是它这边来讲是, 例如说什么, 我们例如说, 四地, 因为它是, 我们还记不记得说, 这个夹行道, 道建道, 这是等于一座的羞耻吗,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讲说什么, 从四地的这个入城定, 再进入什么, 它进入县正的无间道, 道与什么, 道卸脱道的这个过程, 它是一座的, 它不会再起来, 它是一座的这样子来讲, 所谓的一座是什么, 我们所谓的一座, 不一定是说, 大家以前有, 我也跟大家以前误会一样, 说什么, 好像是坐在普团上面, 这样子一座, 就这个才算一座, 这个当然有可以这样子的一座, 可是这边的一座是什么, 是它入定的一次, 没有从这个条件, 或者这个境界起来的话, 我们叫这种人叫一座,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, 从四第一, 到无间道, 到卸脱道, 这是一座是什么, 它就是一直在源着空性嘛, 没有换所源, 也没换什么, 它就是直接这样过去, 到什么呢, 是到它的见到的厚德制, 它把那个源着空性的心, 放松了一点, 放松了一点, 有可能还是什么, 有可能有时候连了解空性的心, 都忘失了, 有可能我之还会再升起, 大家不要想说我们有, 现正过空性, 或者现正过无我, 就不会再有烦恼, 不会再有我之陷, 没到那么厉害了, 还没到那个境界, 在厚德制的时候, 为什么要这样, 我们事实上就跟大家讲, 因为它如果只有一致的, 对于空性的了解的话, 它等于只是在注重在于什么, 在于智慧之量这一份, 它那个方便啊, 或者那种福德的之量, 是没有办法去累积, 所以在这个时候, 是不是为什么菩萨一直要不断的在, 像我们在说, 像入菩萨行论一样, 它还是需要不断的去修持悲心, 需要不断的修持菩提心, 六度, 四射, 等等等等的话, 这都是为了它要可以累积, 大量的福德资量, 累积三大阿僧情节的这个过程, 它还是需要了, 它这一阶段的,